張宏露委員 跟委員報告 公司行號登記在豪宅 然後零補助款的 我不知道這個部分 市長我們這邊經濟部有沒有查 查得怎麼樣 這個公司行號登記在豪宅 這個狀況確實有出現 但是我們還是 公司的實質 實質營業狀況 比方說有些公司的總部 在新一計劃區,那個也是高房價的地方 所以要跟委員報告,就是說之前有在總資訊有提到這一個題目 那我們台電有回去盤查 那我們是不是盤查的狀況就是有部分 比較指標性的台北市的豪宅是確實有公司行號登記在裡面 那個委員想要了解的部分是總共的戶數 我先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們大概列舉了幾個比較可能單價比較高的住宅 他在裡面有公司行號登記的戶數,目前大概有三百間左右 市長,他如果登記在那裡 那有可能他的行業有沒有受到影響 有 我們認的是他受到的影響 所以我認為是應該以行業別去看嘛 因為疫情之後其實有的行業是 反而生意更好 但有的是受到衝擊嘛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跟他設在哪裡 其實我認為應該不是有絕對的關係吧 對 並不是說設在他的地點設在房價比較高的地方 他的行業別就不受影響 對啦,但有沒有可能他的公司行號在這裡 那他其實把他的補助款 他有一部分他的電費他的什麼的 不是營業用的電費受到減免 有沒有這種情況 不是營業用的電費 我的公司我設在豪宅住宅裡面對不對 那我的公司地址在這裡對不對 那我如果受到減免的話 我的電費會不會再變成我的營業場所啊 那其實是他住的啊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總是不是在豪宅 可能其他的地方也有可能有這種狀況是沒有錯 會不會有這種狀況也是會有嘛 是 我覺得啊 我們不應該是拘泥他設在哪裡 但是是要看他實際的使用 像以前很多工廠跟住家也是設在一起 像中南部很多這種的 這種就實際使用 但如果他的住 他的公司登記在住宅裡面 但他實際的營業跟的場所 他有另設辦公室另設工廠 那就不應該讓他的住家減免電費了喔 是不是應該這樣 我要跟委員報告就是 其實喔 應該是這樣子 我可不可以等我一分鐘很快把這個做成這樣 好 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因為 一個企業 他的營業額有沒有下降 是看這個統邊底下 他的營業額有沒有下降 但是屬於這個統一邊號底下 的電號可能會分佈在不同的地方 舉例來講 7-11全台灣都有 也不是7-11每一間都是 如果他營業額受影響 也不是每一間都受影響 我們是看家總的狀況來看營業額 如果有一些連鎖商 零售商他整個營業額是受到影響 但是他部分的電號分佈在全國 那我們還是統一計算來折免電價 對我知道你說的意思 你是統一嘛 但有的人他可能有好幾個公司登記 對不對 這個中間可能就會有這個漏洞 我只是要提醒你們這個漏洞 這個可能要去 我覺得該紓困該給的 就應該很大方的給 要全部都給 但如果有人會故意鑽這個漏洞 我們也要讓他知道 好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其實去查都很清楚 只是要費一些時間而已 我們有做報告委員 就是說我們其實已經初步做了一些清理 那台電公司也會去跟這些用戶做說明 就是說如果他不是實際的營業 或是狀況比較特殊的話 我們會來做一些追回的工作 不過在這邊也跟委員做報告 就是有被提到類似這樣子的案例 其實他的總金額到目前為止 累積紓困的總金額大概五十萬左右 五十萬出頭 他的金額並沒有非常非常的高 我不認為金額會很高 但是我覺得有的人就會賺漏洞 我覺得這個也不應該 應該把每一毛一分錢都用在真正需要的 我覺得這是應該的 那另外就是說 像這個後疫情時代 尤其是美中等等供應鏈的重組 我看我們這一次 特別第二次追加預算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啦 經濟部應該要多把一些資源 用在後疫情時代 如何去振興 我們台灣的各行各業 尤其是有潛力的 我覺得這一方面 可能我們經濟部要多所琢磨一下 要朝這個方向去做 好的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努力 尤其是我們強化研發的部分 這一次也有特別提預算的追加 那相關的工作 我們會積極來布局廠商一起來做 好 這個部分就要麻煩你們多費心 多用心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再來我們請李昆哲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請一下經濟部曾文森次長 還有交通部陳彥博次長 請經濟部曾次長 交通部陳次長 我先請教一下曾次長 我們台灣是一個小型的開放經濟體 那進出口貿易是台灣重要的一個 主要的經濟活動 也佔了我們GDP的總和的一半以上 那現在由於疫情的衝擊 我們都會擔心 由於原物料全球受到這樣的一個疫情的衝擊 原物料這樣一個產業 因為原料的提供它的造成它的緊張或缺乏 那我在4月29也提過相關的質詢 就是我們對於原物料的儲存 以及相關產業的這些產能 我們如何確保經濟部有什麼具體的措施來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我們大概是比較是屬於戰略型的產業 第一個就是像那個食品的原物料等等 其實我們在疫情一發生以後 就提高了整個國內的可以提貨的存量 那這個部分是跟農委會一起合作的 像黃豆玉米還有小麥這些都有提高 那也會增加國內能源的來源 還有它國內的一些相關的儲量 這些工作都在做 那至於生產性的原物料的部分 其實會因為不同的產品 它的那個原物料來源會有一些不同 那這個部分其實要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是會去協助產業 就是強化他們的供應鏈安全 因為這一次後疫情時代 其實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題 就是供應鏈安全這個問題 好這個提醒經濟部這邊 必須要全力的督導 確保相關的原物料的儲存 以及生產的這些產能 要它確保它相關的體系的完整 好請回座我請教一下陳彥博次長 好委員好 由於疫情的衝擊 我們台灣的觀光還有運輸業 遭受相當大的衝擊 那當然在過去我們也針對相關的紓困補助 以及振興提出相當多的預算跟方案 那在目前我們要請教我們交通部 在現在尤其是觀光 國際旅遊的觀光 根據國際的多份報告 認為到2024年之前 都很難恢復到2019的相關的 國際航空的運輸的相關的狀況 那在2021年之前 要恢復一般正常的生活 或者是交通觀光運輸的 國際交流的狀況也都很困難 所以在目前我們除了對相關 國際旅遊的補助之外 更重要的我們必須提出 對觀光產業的振興升級轉型 但是在過去這段期間 我們看不到交通部具體的作為 請大家說明一下 你們在接下來 有關於觀光的轉型 申請方面做了什麼準備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原來上因應這樣的疫情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一系列的部署 從委員剛才特別提到 其實在開始有關那個人才培訓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已經意識到說 這樣的一個觀光產業是需要轉型的 所以在培訓的過程裡頭 就特別強調跨域的學習 甚至數位的一個轉型 所以說在這裡頭 就有先埋下著這樣的一個伏筆 那接下來在相關的這個過程 紓困的過程中 我們有所謂的這個防疫的採線 其實就是希望讓 經常做凹棒的這些旅行社 他能夠來了解國內的 市長我必須要提醒 當初的短期培訓輔導計畫 交通部只有編五億 當初我就跟你們講是絕對的不足 那你們再提升到十五億 當然有所作為 但是這只是一個基礎的過程 我現在要的是更具體的 你們針對相關的觀光及運輸產業的轉型升級 到目前為止交通部並沒有具體的 一個整體的計畫出來 那相關的疫情不是說 像當初在編短期培訓輔導計畫 紙編五億以為這個疫情 並沒有做中長期的一個規劃 現在疫情的狀況大家都非常明瞭 到2024年之前國際的觀光旅遊 要恢復之前的狀況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觀光旅遊的轉型升級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但是很可惜 交通部到目前都沒有具體的一個討論或報告出來 觀光局這方面有做相關的討論及報告嗎 我的瞭解觀光局其實從疫情的開始 就持續有這樣的一個討論 甚至在最近都特別提出來的一個智慧觀光 數位轉型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都要有具體的政策跟報告出來嘛 你說他們有討論 什麼叫討論呢 要有具體的一個轉型 而且他把它轉化成 讓社會大眾知道大家來討論嘛 有一個具體的討論的具體政策出來嘛 我想這一部分我們可以會後把相關的報告 來送給委員做一個參考 好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然後我要提醒陳次長 我們現在的這樣的一個中秋假期 相關的輸運計畫 那我們看到在今年高工局已經預測 相關的高速公路上面會出現 一百二十五百萬延車公里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相關的接駁系統 大眾運輸跟接駁系統優惠的票價 到目前為止 我也看不到交通部有具體的作為 因為在過去啊 去年我們以日平均來說 他一天至少有五萬人次 是採用這種優惠的轉秤的機制 那但是到今年我們以清明節的假期來看 已經降到三點六萬人次 從五萬人次降到三點六萬人次 這個跌幅高達兩成以上 但是還是有他一定基本的這種 轉秤優惠所提出來的一個接駁的機制的使用 那交通部有什麼具體的作為嗎 來 我想跟委員報告有關轉秤優惠的那部分 我們繼續持續在那裡 但是在這次春節的期間 我們為了要加強公共運輸 所以特別提到長城路線 像北花線 花蓮的是來回是這個四百塊 幾乎是達五七折的一會 到了Local以後 我們也會有相關的這個 開PACE相關的一個接駁的一個公車路線 所以我想這部分就是 不管是長城的規劃 是Local的相關的接駁系統 更重要的是最後一路路 就是DRTS相關的需求反應式的交通系統 我們在過去一直建議你們 針對計程車或是小型巴士 有相關的納入轉乘的優惠系統裡面 也一直沒有看到交通部去做啊 說明一下 是 這一部分我們今年度是首次把這個租賃車納進來 那委員剛才提到 其實小黃的那個是長期是 本來就是最後一里路 但是如何把他的優惠措施納進來 這個我想我們交通部會來考慮 因為整體的這種年假或是例假日的 因為國內旅遊的快速發展 所以我們對於大眾運輸要鼓勵民眾 使用大眾運輸系統 就是要有優惠票價 就是要有完整的接駁系統 甚至是最後一里路 相關的DRTS小巴或者是計程車 都能夠納入這個系統的時候 才會降低民眾要開車 因為今年你們也也警告民眾 這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也是民眾一個很可怕的惡夢的開始啊 這個交通部啊 責無旁貸啊 好不好 是我們會來積極辦理 謝謝委員 謝謝 再來我們請高嘉瑜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那我請主記長財政部部長 教育部部長 次長經濟部次長 請主主記長財政部蘇部長 教育部林次長還經濟部曾次長 好 主記長因為我們這次紓困的預算喔 將近四千兩百億喔 其實這個都是舉再來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針對紓困喔 大家也發現很多的亂象 那我們有就這些亂象來做檢討嗎 對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紓困四千兩百億裡面 有三百億是用以前年度的剩餘啊 其中另外三千九百億喔 是剛才像委員說講的 舉債嘛 將近四千億的舉債嘛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紓困的亂象裡面發現說 有人駐地堡呢 來申請我們用電的補助 有人呢開賓士車拿LV來申請紓困的補助 甚至很多的這個紓困臨時工啊 八成以上呢都是用這個 臨時工的名義來申請 有工作無家寶的這樣子的一個補助 所以我們發現說 類似這樣子的問題成出不窮喔 那現金補貼目前來看呢 也是看不出一個標準 例如說 機程車司機是目前現金補貼領最多的 將近六萬多 再來呢是 債客小船駕駛是六萬 遊覽車司機五萬多 領隊導遊四萬八喔 那依次這樣列舉下來 反而弱勢的民眾呢 四千五是最少的 那一般的勞動工作者呢 在我們勞動局的補助呢 這個標準也是讓一般的這些 勞動工作者領不到的 一萬八的這個標準 所以我們發現說 以現在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現金發放的標準來看的話 會有很多的問題 也就是說紓困上 並沒有真正幫助到 有需要的人 而反而是讓那些 在資格上 根本不需要拿紓困補助的人 可以爛領這個紓困補助 那就這些亂象來講 我們有什麼檢討嗎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像弱勢族群的話 它原來就有那個 像各種的一個補助 原來就有 這個四千五是另外再給的 至於其他的那個司機 遊覽車司機 那些駕駛 以及駐守 那它是因為 因為很多都是所謂的 國外的旅客沒有進來 影響到 所以我們事後有去檢討說 以我們現在現金發放的標準來講 這些人真的是最需要的嗎 例如說 基層車司機拿六萬多 相較於遊覽車司機的五萬多 那相較於領隊導遊不到五萬來講 受衝擊最大的是基層車司機嗎 所以他領最多嗎 那他的人數跟所受衝擊的效應來講 會發現各部會對待他們 所應該照顧的族群 為了爭取預算的補助 所以呢有點是個形其正 而沒有一個標準 最後反而落入一個大家認為說 補助標準不一 然後產生這樣子的一個 亂象甚至是一個 沒有一個公平的現象 對的確的這個是 各部會也許我們是該檢討的 不過我也必須說 那些在地保的那些 他的確可能是 可能是高所得的人 不過他的住宅 當為營業的 當為營業場所的那一個 那一個事情的話 他可能要注意他的地價稅 他的那個 對所以我們剛剛要檢討就是說 我們花了這麼多人民納稅前 將近四千億 但是也沒有花在刀口上 我們這些都是舉再來的 但是呢我們也發現說確實 各部會的執行率呢 並沒有如預期 那其中尤其是 教育部的執行率呢 只有三成多 可是在這一次的紓困3.0追加預算 又追加了六億多 那請問教育部這一次的編列的原則是什麼 跟高委員報告一下 這一次教育部紓困3.0追加第二次預算 主要的部分是針對運動產業 那麼如果是他還是 那你們上次的執行率才三成多 你們這一次又再追加六億多 那上一次的這個執行率主要是因為 在那個紓困2.0的時候 教育部也是用運動發展基金的經費 去做一個預註啦 所以可能導致 所以錢沒有花到你就繼續留著 然後現在紓困3.0 又繼續要來跟我們要六億多 這樣合理嗎 沒有這個部分我們基本上 一方面會加強我們目前的這個執行率啦 如何加強 重點就是說 現在你們第一階段的這個紓困經費 你都還用有存 還存這麼多 那你現在又來拿要六億啊 那其他人嗷嗷逮捕啊 所以我不知道教育部是覺得說 雨露均佔人家要我們要不好意思還是怎麼樣 可是目前看起來 如果以你們的執行績效來講的話 根本不缺這六億多啊 個人委員報告我們那個 2.0的時候我們是19.5億啦 所以我們也確實去做一個檢討 你的聲音有點小 我都聽不太清楚 我們那個紓困2.0的部分 原來是編19.5億 那在我們3.0的部分 是已經有做了一個 合理的一個調整啦 所以目前是6.4億 主要的是針對運動產業 比較屬於艱困的 它的那個營業損失達百分之一 19.5億你也只花了三成啊 那你現在6億你預計要花幾成 這個之前因為我們是主要是運動 用那個運動發展基金的一個經費 來做一個一注啦 那運動發展基金的部分 合起來大概也支了二十幾億的經費 好 因為這次紓困亂象 我們也希望主管機關 能夠檢討就是 未來我們的政府 是不是建立一個大數據 能夠去積合這些真的有需要的人 不管是連結我們的健保的資料庫 或是我們財政的資料庫 或是我們這些 不管是不是住地保 或是用電等等的這些需求 其實我們都應該 藉由這一次的經驗 來做一個數據資料庫的整合 避免未來的紓困亂象 例如這一次 衛福部針對那些 真的有需要幫助的 所謂那些一萬塊之亂的這些現象 導致我們基層的行政人員 其實在行政的勾基上 就有很多行政作業上 慢半拍的狀況之下 那我們是不是 藉由這一次我們有檢討 未來 如果在面對這樣子 需要紓困或是疫情 或是突發的狀況 我們可以隨時就用 這些資料庫的連結 立刻把資料勾基出來 也不會發生 例如住地保來領紓困 或者是說 這些拿著LV來領紓困 甚至職業工會很多這個家寶 他是高薪低暴的狀況 我們有沒有更進一步的查核 機制來建立這樣的資料庫 這個部分主記長 請問一下 未來針對這些數據的積合 或者是說 這些紓困的過程中的亂象 我們有哪一個部會來負責 檢討 甚至建立一個這樣子的 一個大數據的連結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看各部會是他的主管 像我剛才講的 那些住在地保的人 他來紓困的話 那他可能要注意到 他的住宅 現在是營業用的住宅 他可能 所以我們各部會現在有在討論嗎 因為我們剛剛也發現說 這些亂象大家都有提到 那我們各部會未來針對這個部分 不是只是要錢 錢花完就沒事了 我們事後的檢討是 如何在這一次紓困裡面 能夠建立我們的制度 未來如果再發生的時候 我們政府是井然有序 而且立刻就能夠 從我們這一次的經驗裡面 學到教訓 然後把這些資料能夠做整合 現在有在做這樣的事情嗎 各部會已經有在 像經濟部他就有去調查說 住在地保的人 不是只是調查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由各部會的數據資料庫 就可以立刻整合 積合出 在這一次疫情中 我們覺得哪些需要幫助人 未來我們可以直接 一個資料庫 然後一件就可以 立刻把這些人 能夠勾擊出來 不需要在行政作業 不需要再來申請 就可以能夠立刻去了解 這個現在是由哪一個部會來做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國發會有個平台 他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所以我們未來會有 這樣子的平台來集合 是不是 對會 是的 那所以現在這一次沒辦法 未來我們多久內 會有這樣的平台出現 目前就有這個機制 他們已經也有在處理 好 那我們希望說 未來藉由這一次的疏控 我們能夠檢討 有更進一步的這個改革的方案 是的 我們會繼續努力 避免重蹈覆測啦 好不好 謝謝主機長 好 謝謝 再來我們請 請林醫金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有請這個衛福部薛政次 經濟部曾政次還有勞動部許部長 好請 勞動部許部長 經濟部曾次長還有衛福部薛次長 委員好 委員好 學政次好 我想先請教你一下 現在就是說我們很清楚知道這次防疫 那個我們的整個醫護人員真的是我們的防疫英雄 可是很很弔鬼的是 我們政府對醫護人員的津貼的發放效率其實相當低欸 就是說 話講好聽欸 叫做你們相當的嚴謹喔 可是 如果就整個醫護人員的那個感受來看的話 這個效率是相當低 像我們就我們台南市來看的話喔 有一些資料顯示 像一到三月份的醫事人員的防疫津貼 一直到八月份還是有醫護人員沒有領到喔 那所以我覺得 對於這次衛福部我們在追加預算 特別是在醫事人員的這個採檢照護津貼編列九億元 所以未來對於這樣的行政流程來看 發放的行政流程 我覺得一定要效率高 那是不是有具體的這個改善措施 跟委員報告喔 事實上一開始是比較慢 但是現在已經播出去的就十六億了 所以已經趕上進度了 大概已經完成那個本來所編的預算有到九成了 好那因為之前確實是讓醫護人員感受不好 那再來要改善真的這個這個部分一定要 另外我想藉這個機會再跟您提一下 因為我在七月份就跟衛福部有反應 可是到目前其實完全沒有改善 就是我們現在藥師 我在藥局都有在發放口罩 實名制的發放口罩 不過現在藥宮發放口罩裝的這個藥帶 還是現在這個藥帶 那這個 可是我們現在在超商喔 都是這樣的口徑的藥帶 就是剛好跟口罩的藥帶是符合的 不過你在藥宮是這種的 其實就是藥藥 其實就是藥藥 你知道有的齁 有的我們這些BASS 有的市民朋友就是會比較挑剔 就會覺得這樣藥藥 他就希望比較合一點 那剛剛這就是我的助理 剛剛去用實名制去藥局領的 去領這樣子的這個 然後要藥藥 其實藥局很多藥局的藥師都一直跟我們反應 我七月份也跟你們反應 是不是做比較合一點的 比較合一點的 類似這樣的Size的這種藥帶給藥局們 不過你們都沒有做處理 這是什麼問題 剛剛委員報告 這我們也在討論 看看要不要改進 當然以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這個雙鋼印的事情 在紅灰桃 所以我們先把它處理了 等到最後安定了 之後我們也在考慮說 是不是9片要變成10片 然後在原廠就 對 因為事實上這個就是9片 裝這樣的藥帶其實就是多人 是 所以我們在考慮 因為超商的Size是這樣的Size 所以人家會比較 以前超商還不能領的時候 那當然不會比較 你知道市民朋友就是會這樣挑剔 那我是覺得 所以藥師也會常常遭受到一些責難 所以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就統一 讓Size比較 跟口罩比較相同的Size 我覺得這是一般 市民藥師的這個心聲 我們希望最後走到 走到最後是 應該是說在出場的時候 他就一包一包的包含 好 謝謝 我希望是我這樣來 那另外我再請經濟部曾正思 我再請教一下 其實我們這整個紓困 我們花了很多錢 那其實經濟部這邊的預算算很多 特別是提供很多貸款的優惠方案 那我們提供貸款的這個優惠方案 特別是提供貸款的很多的利息補貼 可是現在發生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我們其實刑事局也有破獲 就是說在7月3號有破獲 手中的三家公司涉嫌以偽造文件 炸貸紓困金的案件 那其實我們服務主也接受到很多民眾的陳情 就是雇主一邊領紓困 一邊逼員工放無薪假 那這樣子顯示其實是不實聲貸喔 那濫用這種貸款的資金其實問題一直在存在 所以我覺得我們事實上 我們應該有一個查核的機制才對 那我就我了解的是交通部喔 他有說要擬救航運業紓困貸款 要在年底前唯請會計師來做辦理查核資金運用的情形 那除了交通部有這樣的一個宣誓以外 其他的部會 特別是經濟部是花最多錢的大宗 結果沒有看到你們有任何的查核的機制 所以會導致說 一些這些企業主 跟你們領這個申請這個貸款 紓困貸款的同時 那其實他們還是在逼員工放無薪假 那我覺得是不是經濟部要有一些措施 特別是如果你們有查到這樣的屬實的話 其實是可以把這些承代 可以要求承代金融機構 可以追回這些利息補貼嘛 那我想請問一下真正是你們有什麼樣的一個措施 好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關心這些員工的權益 簡單來講 我們會查核 每個月會去查核金融機構自己也查核 那其實喔 比較大的是 他利息補貼是暗月的 所以他如果發生違法的情況 後面的利息補貼會先被斷下來 會追回 先斷後面的那個比較更大條 那個時間比較長 那你前面的利息補貼 我們就依法追訴把它給 要回來 這個東西我們一定會落實去執行 那我們其實也在看 就是員工放無薪假或等等的這些統計數字 每個月 每個禮拜 勞動部只要一統計出來 我們就開始在追相關的數字 我們對這個事情是很重視 結果進步要跟勞動部這邊要合作 因為說真的 員工喔 他不敢去跟所謂勞動局去做這個檢舉喔 某程度也害怕自己的飯碗不見 所以其實只來敢跟我們服務處來申訴 那這樣的申訴案件真的是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我覺得一定要做認真的查核 那才能不讓說企業主 一邊來跟我們拿紓困的貸款 或來跟我們拿紓困金 就一邊是逼員工請無薪假 這樣的事情來發生 所以勞動部這裡 勞減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特別是有拿紓困的這些企業 我覺得你還是要落實勞減的部分 勞動部 好 謝謝委員 對勞動權益的一個關心 那因為我們現在每週都會發布 減班休息的一個單位的名單 那也會給經濟部 那有關於這些減班或者相關的勞動權益 我們要透過法尊訪事跟檢查的部分 來落實保障員工的權益 好 就是說經濟部這邊也要落實查核 那如果發現就要斷嘛 特別還要追回 那勞動部這邊其實我們一定要去 顧全勞工的這個權益 因為其實有一些要件嘛 像特別是 像這邊這次3.0預算的編列 我們就有說 受疫情影響製造業及相關技術服務業 薪資及營運資金的補助方案 這方案裡頭有設定條件耶 這個條件就是說我們要基於就業安定 穩定勞工工作的目的 所以我們是鼓勵企業不能實習減班的休息 就是說不能放無薪假 這個是有設定條件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既然有設定這個條件 就不容許企業主能這樣做 所以我期待勞動部跟經濟部這邊要合作 我們要確保勞工權益 但我們要挽救我們的經濟 那這部分要雙管齊下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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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請陳秀寶委員質詢 我沒有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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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那有請我們交通部陳次長 請交通部陳次長 請交通部陳次長 呃 委員好 市長我安 是 我安 我們交通部觀光局 為了帶動小鎮的旅遊風氣 那也行銷我們台灣小鎮 小在地的特色 那我們這邊有邀請知名的一些劇團 在我們全台灣辦理總共十六場小鎮的演出 那我們鹿港 他是交通部觀光評選的經典小鎮 所以本席當時也積極的爭取了一個場次 讓我們彰化現我們鹿港鎮來演出 希望這些有趣又生動的舞台表演 能夠豐富我們在地民眾 這些文化生活 那也透過這樣子的旅遊加看戲 來引導我們的遊客做深度的 來體驗我們鹿港小鎮的特色 那非常感謝我們交通部 那觀光局的安排 在九月二十號晚上 指風車劇團在我們鹿港演出了一場 基層故事 那現場觀眾非常非常的踴躍 那本席在台下也觀賞了這些表演 對這些演員的經驗精神 以及工作人員的辛苦 也非常的佩服也很感動 那在此 本席也感謝也要勉力交通部 對於成效好的這些政策 就要繼續的延續 希望說以後可以擴大舉辦 對我們這些小鎮文化小鎮旅遊的推廣 是非常的有助益的 那剛剛我提到了說 觀影帶動小鎮旅遊深度的旅遊風氣 這是我們國內旅遊的部分 那我想請教一下相較之下 國外航班的取消 在因為國外航班的取消 所以國外的旅遊跟我們國內旅遊的整個景氣 是相差非常的多 那本席在九月中旬的時候 有到我們桃園機場做考察 那真的整個機場是空蕩蕩的 航班多數都是取消的 那本席也聽了簡報之後 在我們機場的服務份收入 在一百零九年度 我們的編列是一百三十三點六八億 但是預估今年全年度的執行 可能會只有十九億 請問假如說我們一百一十年度 疫情如果說沒有趨緩 那請問我們機場公司民航基金觀光基金等等的三家基金 這個財務的狀況會受到影響 那請問我們有什麼因應的對策 我想那個基金的部分 如果基金不不使用的時候 我們有相關的基金的管理的方式 所以大概有可能會朝向那個借債 其實你們的業務報告裡面其實也舉出 都是透過銀行借貸 都是透過銀行借貸 但是透過銀行借貸這個方法之外 難道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應應嗎 在這次的追加預算裡面 交通部有編列97.8億元的部分 其實其中有辦理受理疫情影響 像主要以國際客員為主制旅行旅宿業 導遊領隊機場商業服務設施空廚等等的 這些員工薪資營運補貼高達67.6億 那麼67億元 那那個辦理航空業與機場業者之 降落費啊房屋土地使用費 權利金等等補貼有20多億 那麼到明年的6月還有9個月的時間 請問除了編列這些預算補貼 對於像國際客員旅遊業抓棒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研究所謂相關的中長期的策略 來幫助他們 我想有關那個在機場 像因為是邊境嚴管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國外的旅客進來是有困難的 但是如何讓我們這個機場公司 相關的商業服務的這些設施的業者 能夠有相關的一個經費的收入 其實不管是我們民航局啦 或者是淘機公司大概都有一系列的一個活動 來吸引大家 其實還包含了這些長期做國際客員旅遊業這些業者 我們也必須要協助他們來度過眼前的難關 對那長期在做國際旅客的如果是屬於觀光產業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這些旅行社能夠轉型來從事國內的一個旅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熊獅他會推動所謂的跳島的旅遊等等的 這其實是某一種程度來協助 國內其實國內的旅遊市場是還蠻有限的 是不是說我們能夠再找這些業者來做相關的座談 來協助他們說在其他的我們的規劃上 再去協助他們做比較長期的一種規劃 好這沒問題我們可以來摺取相關的 好謝謝謝謝謝謝因為我今天的時間有限 那請您先回座 那現在請財政部蘇部長 蘇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辛苦了 身為籌措裁員的主管部會 除了既定的中央政府總預算的部分 還有前瞻的預算 其實現在還有我們因應整個肺炎的紓困振興 特別預算的安排 那麼部長齁 您在上中午院會的報告之中 您有提出 未來將持續配合施政需要做好整體的財務規劃 那管控歲入歲出的短差以及債務的比率 期盼隨著疫情漸趨緩 那經濟復甦帶動歲入自然增加 以發揮財政改善這良性循環 是 那麼我想請教 所謂歲入自然增加 如果本席沒有理解錯誤的話 是不是指稅收的部分 主要是稅收 大部長 這次追加預算案總共有兩千一百億 全部來自於債務的舉介 那一百零七年度立法院 他法治局有一篇 關於我們政府稅收超增問題 如何應應的這個延期 那這個議題的報告裡面建議說 或可修正預算法 倘若實證數大於預算數時 明定將差額作為特定使用 例如裂償債基金等等 但是評論意見 認為說沒有前面檢討 預算法是配套做法 那這樣子突然的混亂割裂援染的 預算體系實有位移 那麼請教部長 對於稅收超增優先列償基金的建議 您怎麼看 我想這個部分 只要稅收大於預算數的部分 我們都是在入國庫統籌的應用 那基本上他如果說有剩餘的話 對來就變成稅計剩餘 作為以後年度如果有差短的時候的融資財源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方式 那不一定一定要指定用在這個償債基金 這個特別是因為這個 部長 最後我們貴部的年度重要施政計劃之一就是 建立合理的稅制 推動減政便民的措施 林林總總你們列了二十多項 但是本席也陸陸續接獲一些行業的陳情 說國稅局根本是苛政擾民 不熟悉行業的運作模式 你們就只坐在辦公室發揮你們想像力 用你們的邏輯用你們的模式來查稅 這個真的讓民眾深感困擾 那本席想要提醒部長 科政門一虎 政府一方面透過減稅來協助行業紓困 一方面確立用刁難的方式來查稅 今天因為我時間有限沒有辦法具體的細談個案 我也希望說會後有時間我們可以跟 我可以跟部長來詳細討論 不過您這個查稅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你們真的是天馬行空 用你們自己的邏輯去考核各行各業 百公百業完全不同的邏輯的 他們的整個的運作 委員你這樣對國稅局統整不公平 這個對各行各業也很不公平 所以說我請部長 在會後我們有空我們詳細的來討論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謝謝喔 那我們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朱主計長 交通部政務次長陳正次 以及這個衛福部薛正次 請朱主計長 請交通部陳次長 衛福部薛次長 那我先請教交通部啦 那待會我再來跟主計長請教 是 委呦好 那次長 好齁 那我先請教次長 你怎麼知道啊 現在就是說交通部啦 針對這些營運的補助嘛 真的不是只有營運補助啦 包括這個觀光局的補助也是一樣 那事實上呢 你可以看一下 有一些這個客運業者啦 先講這個交通部的營運補助的部分 一些這個交通部的 這些營運業者呢 你看你看 這個基隆客運 領到5 這個補助的時間是5月5號嘛 然後呢 他5月12號 一個禮拜後 他就違反這個勞動法 勞基法這個延長公時的規定 然後其他的 Pikopi公 這個中興大業巴士 5月6號領到補助 對不對 然後7月31號 又違反勞基法第38條 第4項等等 這一些光是這些國道客運啦 補貼給這一些 這個違法業者 就至少有1.11億元 這部分交通部有掌握這個狀況嗎 我想委員這裡頭特別提到的這次應該是 違反勞基法的部分 是啊 那勞基法的部分 我們會跟勞動部來進行 不是嘛 但是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你在給這些補貼的時候 你也訂定了一些相關的規範嘛 等於是說 我一手 國家我一手 給這些業者補貼 但是另外一手呢 我在給這些業者裁罰 而且這些業者 基本上在給你補貼之後 你也有要求他說 應該要遵守你相關的規定 但是事實上他都沒遵守啊 事實上他都沒遵守嘛 那你這個規定裡面 針對 我講 我現在考考你嘛 針對這些客運業者 你的補助的規範 那要求追回 甚至可以有法律刑事責任的 這規範是什麼 你知道嗎 觀光局也有啊 你自己訂的 對啊 喂 我們大概是 對於補貼的這部分喔 如果是屬於薪資補貼的啦 或者是 不是啦 會比較會 就是說你要求他 必須要遵守你的規範的 勞動標準是什麼 你不可以要 你要求他不可以做什麼 我講這麼簡單呢 你敢知道 所以你都沒去追查嘛 我的了解 在這一個很像沒有跟那個 是掛鉤的啦 好啦 那我就算給你看嘛 齁 事實上 你有沒有針對這個去進行 這個規定 當然有嘛 齁 你的規定就是 就是我唸給你聽嘛 他是在 你的規範是在交通部齁 觀光局的部分在 觀光局補貼旅行業 營運及薪資費用實施要點 第七點 你說 他如果給你申請補貼三個月內 資遣員工 停業或歇業的情勢的話 本局不予撥款 已經撥款的話你要把它追毀 齁 那這個公路的 這個我們都有在處理 不是啦 好啦公路的我念給你聽嘛 公路的部分工種的部分 齁 是在於說你的這個補貼 薪資的補貼要點的第八點 齁 第八點的規定 就是說如果這個申請業者 自申請補貼自日期三個月內 不得資遣員工停業或歇業 如果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你要追回他的款項 你知道嗎 是 這個我們在交通部所有的這個補助要點裡頭 都是有這樣的規定 對 所以我要講說 那你就是要去跟 齁 像昨天 這個王委員 王委育委員 問這個王 王部長 王美花 他說 到底有沒有針對這些違法的態樣 經濟部有沒有去跟他估計 跟勞動部估計 他說沒有去進行估計細部的資料嘛 回去會檢視看看 這樣 所以 你們有沒有去對勞動部的這些資料去進行勾計 你如果沒有去進行勾計的話 你怎麼知道他有資錢 他有歇業 對不對 然後他有停業這樣的狀況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委員報告 這裏 觀光的部分 或者是公務的部分 都有跟 勞保系統做相關的勾計 你有勾計你有去追回嗎 第一個程式 欸 你在這裡說話 你不能亂說 你和規範你就不知道 你現在 我現在 希望你做了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 就是要跟勞動部 的資料去進行勾計 齁 因為他違法的太陽非常多嘛 領到你的補助之後 他就又去違反勞動法了 所以第一個 你要去跟勞動部的這些資料做勾計 第二個 那個如果有 你所定的 齁 這個資權員工 停業或歇業的狀況的時候 你應該去追回 並且讓他付法律責任嘛 這一個部分 在我們相關的辦法裡頭 有我們會這樣做 對 而且也一定會這樣做 好 所以你可以會後啦 齁 如果你又去進行做的話 你會後可以把 你相應的 有去追回的資料 齁 或者是你去處理的資料 可以提供給我嗎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接下來 我請教這個主記長齁 主記長這個 這 大家也都在問啦 齁 針對 你這一個 項目啦 31月第6的這個地方 到底 齁 他應該是房子的預算嗎 這52億啊 對不對 是的 是啊 那這52億裡面 齁 你可以看喔 之前 齁 在上一期的時候 他的編的費用裡面 已經編了 總共編了45億 對不對 對 你上一次45億 已經留用44億了啊 對不對 對 你45億上一期已經留用44億了 那這一期 齁你又要編52億 那這個理由是什麼 欸那個上一期的那個 對 40幾億的話 是對於那一些有工作 但沒有加入勞保的人 就是一般 那個報紙上所講的 舉牌的啦 呃 那個賣 賣玉蘭花的啦 那一些他有工作 但沒有加入勞保 對嘛 所以這已經 這個項目是防治嘛 對 對 那你上次編的這個費用 已經留用了44億 對不對 那 已經不是防治的工作了啊 那你這一次又編了45億 這個 又編了50幾億 52億 這個52億 是怕那個說 萬一這個 這個防治的經費不夠 像疫苗啦 或者是說 欸 有其他的 不是啊 上次編的 的問題就是說 怕防治的經費不夠嘛 45億裡面已經留用了 44億了 對不對 好那你這一次說 你要再編52億啦 那我問你嘛 你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如果說 這是符合一個 防治的工作對不對 那 你的項目裡面只有寫說 相關防治工作 請問 因為你是專家 會計跟審計 就知道怎麼審核嗎 對 相關防治工作這六個字而已啊 因為這個是防治科目 它上面已經寫了五項了 所以這個五項 萬一不夠的話 可以用 這個 我跟你講 你整本預算書 也沒有人像這個地方 這樣子弄嘛 因為 疫情的發展 未來是怎麼樣 內容是什麼 完全沒有人看得出來 而且上一次都已經 45億 留用44億了 這一次還說 欸 這樣還可以再編52億 又是用那個理由 我覺得這個 你真的是要去 仔細的去思考啦 因為防治科目 已經是最後的一個科目了 對啊 啊你上一次都已經 對不對 就用不到嘛 都到別的地方去 那如果你真的 別的地方 它已經跟防治無關了 那可能 已經在紓困了 你應該往那個方向 那最後 問衛武部 這個政策 那你說 相關防治工作啦 這具體內容是什麼 要用在什麼地方 怎麼用 應該要說清楚啊 是 原則上還是屬於前面那五項 那五項 原則上還是應該在那五項的方向之內 但是你上一次就已經用不到了嘛 是不是 上一次是上一次 因為上一次後來 後來是因為剛剛 我覺得你這個還是應該要跟國人 說清楚啦 對 這不是一筆小錢欸 對 上一次是因為那一些 舉牌的 玉蘭花的 那些也要給嘛 但是 已經沒有 這個其他的預算 科目 所以臨時來自用 所以才從那個45億 那如果你說你要把這一個部分 編進去的話 你也要清楚的說清楚嘛 是 你不可以說只有六個字 這樣五十二億 要怕人 對不對 然後上一次就是已經 已經都留用44億了 你這一次相關防治工作六個字而已 你竟然要用52億 然後你如果要用的話 你也要講清楚說明白 不然的話 人家要怎麼審查 是 對 好 謝謝主席 謝謝 跟大家報告 現在農委會 陳其中主委已經到場 那其實我要做一個會議說明 這個主委 有跟本席請假 也完成請假程序 但是因為今天早上在野黨 國民黨的委員認為他們 在審查預算上有必要 如果陳主委不能夠答應條件的話 他們對於這個審查的這個 程序啊 就不能夠保證順利進行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委屈陳主委 半路又把你叫回來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 儘速的順利的審查完 這一個預算的第三期 讓我們的防疫跟振興 能夠趕快來進行 所以我在這裡說 跟大家做個說明 再下來請陳焦華委員 質詢 謝謝 主席謝謝 請那個蘇部長 財政部 請財政部蘇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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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快篩的儀器測到重金屬個 有超過管制標準 大概超過四倍以上 不過那個是快篩的儀器 所以還是要有標準方法來檢測 那本席要說的就是 我們國有地被掩埋廢棄物 然後這個土地再去跟台銀貸款 來蓋我們圖面上看到的這個工廠 然後這個土地再給財政部國稅局做抵稅地 那抵稅地完成之後再跟廠房圍起來 圍起來就變成他們自己在用 那上面還鋪了水泥 那我要講的就是財政部的責任非常的重大 我們在前天的質詢也聽到一些委員有提到說 可能在部長任內我們的負債會最高 部長可能成為負債的部長 那現在就是說如果說像這樣的 國有地的管理有問題 或者是公股銀行的管理也有問題的話 我們看下一張 那這些問題就凸顯就是說 部長的管理可能要加油 那這個當然是希望部長要調查 要起訴要去控告要追討不法利的 再下一張 那上個禮拜五我們還有那個張營的事件 沒有講清楚 那因為吹哨哲有跟我陳情 那我還是希望 部長能夠處理 處理這個問題 現在財政部負責管理我們的那個國庫 然後我們現在 如果這些公股銀行的內控不當的話 內控不當的話 我們可能有很多呆帳 那這些呆帳越來越多 或者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處罰 有問題的銀行的這些高層的主管 那今天我也看到我們的新聞 我們也很開心 金管會已經針對 銀行內部的這個董事長 提出所謂一些特別的規定 就是以後這個調查 如果有吹哨者 或者相關有弊案的董事長 還有副總經理以上要排除 不能夠讓他們掌控 但是雖然這個是進步 不過還是要請部長 就是說我們知道那個東莞案 在法院還有金管會判決都是說 這個內部控制出了問題 好下一張 那內部控制出了問題的話 部長財政部應該要有一個處理 就是要去處罰嘛 那現在就像上個禮拜也提到 第一金控的問題 好 遠航這些 整個這個 所有的這些 跟這個 不當這個融資貸款有關的問題 如果 部長這邊沒有處理的話 那這些人現在還逍遙法外的話 這樣就不對了 所以 我們是不是要 張營 向內控不當的人求償 那內控不當的人 到底是誰 下一張 這些內控不當的人 根據 這個 金管會或者是法官 很明確的就是高層嘛 那高層就是那時候的董事長 張明道 還有副總經理 相關 他們在11月已經知情了 2018年11月已經知情了 好 現在下一張 所以 針對高層的處罰 財政部還沒處罰 那部長你先回答一下 高層的處罰要怎麼處罰 委員所謂的高層是 先高層就是董事長 那時候張營 因為他已經知道 董事長他已經離職了 離職那離職沒有處罰 離職就在處罰嗎 離職我怎麼處罰咧 離職他已經離職了嘛 好 那離職你沒辦法處罰的話 那以後更多人他只要犯錯 他就 他就離職 讓他離職 他就等於在幫他脫罪了 法院的判決也沒有明確指明 這個是董事長的為師 那我 如果說今天法院的判決說 這個是前任董事長的為師 那我可以就 就針對這個 來對他做求償 但是法院的判決裡面 沒有明確指明 這個是董事長的為師 好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 我如果 就這樣子 因為這個 但是金管會的處罰也是 認為這個 內部控制有問題 那內部控制有問題 那內部控制有問題 這個程序上面的問題 我們會檢討 那當初還沒處理 那現在也是要處理啊 我們會檢討 好 內部控制的問題 當然我們會檢討 但是內部控制 還是要公私治理 還是要依照金管會的相關的 這個這個所謂法規 建立法規來處理 在這裡 我基本上是相信 部長是有心要處理啦 是 但是還是要請問一下 部長你到底是不是財經幫 如果你是財經幫 我沒有所謂什麼財經幫 你會不會就不敢處理了 我也不是什麼財經幫 我跟委員 你不是嗎 我不是 好 那因為我是請教你啦 那你現在公開已經否認了 好那就是有關那個張穎的事情 那上次部長有說 就請次長我們再來討論 對我會 謝謝 謝謝部長 好 那另外一點我要跟委員報告 剛才提到說 我會是舉載最多的部長 但是我這邊要澄清一下 在過去98年99年 一年的舉載額度 4700多億 部長這個不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4700多億 如果有委員有質疑的話 4400多億跟4700多億 我是希望我們整個 我是希望我們整個銀行的內部控管 我們今年的舉載才4500多億 那個是預算數 這個也不是決算數 部長這個不是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財政部有責任要去管控 那當然會盡量來管控 我是有這個期許 對 我是說有委員這樣的期許 那我借這個機會 你這裡澄清了 再做一個說明 好 那不好意思我們請經濟部 好 經濟部次長 陳次長 陳次長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先講 目前就是有關那個 整個紓困 紓困現在3.0 那是不是需要有一個 遵守零傷害原則 那除了也要有綠色振興 好下一張 我們要能夠不傷害原則 高耗能高污染產業 用電大戶 沒有好好處理廢棄物流向 沒有遵守次到原則的 不要給他紓困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為什麼經濟部到現在還不公佈 2016年5月20以後的違章工廠 也都不上網 現在大家都在問 已經問了三四個月了 經濟部現在是不是可以公佈啊 那這些工廠也不能去給他紓困 好 請次長回答一下 呃 跟委員報告 就是那個您提到 2016年5月20號 5月20號以後新 對啊 什麼時候公佈啊 我們 對 進部會跟地方政府配合 來做那個 相關的 次長什麼時候公佈 一個禮拜嗎 可以嗎 我們回去 那個 工業局可不可以說 你們拖很久了咧 可不可以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不行 10天可以嗎 因為大家都在問 環保團體媒體還有 所有很多委員都在追這個 2016年5月20以後 新建違章工廠要拆除啊 那你們都不公佈 那怎麼去查核呢 這個我們會在 我們會跟地方政府配合來 一個禮拜公佈可以嗎 會後 會後再跟 跟陳委員說明好不好 不能再這樣 這樣子脫推推 或這樣子 經濟部 你們這樣誰會對經濟部有信心呢 好 謝謝 再來我們請 登記第32號 管碧琳委員質詢 請 按一下 謝謝主席 我們請經濟部曾次長 好 請經濟部曾次長 是 次長你的評估齁全球因為這一次的疫情 在經濟上所面臨的衝擊和2009年的金融海嘯相比 你認為哪一個階段更嚴重 跟委員報告有一個變數還很難確定就是這件事要發生多久 就是2020的COVID-19到明年是什麼狀態其實比較不能夠確定 比較難 是 但是事實上各國的狀況都相當的險峻 是不是 好 那台灣被許多的國家所稱讚 也就是說我們能夠維持這樣的一個經濟的活力 跟我們防疫的成效當然是實習相關 我們從一個數字來看 這是本習能夠收集到的一個最新的統計資料 也就是所謂的無薪假在今年每一個月所變化的動態 我們看得出來就是 四月以前當然前面涵蓋著有年假 所以統計的數字比較不是那麼明確 從四月中開始 從四月份開始一直到九月到八月底 九月底我們所看到的數字 我們大概看到幾個趨勢 第一個我們很慶幸的是到了八月底九月的時候 無薪假的狀況是在減輕 是在減輕是在遞減 我們看到最高峰是在五月六月跟七月 那個時候是一個高峰 那最高峰的是六月底的時候 就六月底跟六月中加起來一個月 大概超過了六萬人是五薪假 那它是跟去年同期比起來 它是去年的四十七倍高達去年的四十七倍 但是到九月的時候已經降到了 是去年同期的七倍多將近八倍 這個是從人數我們看到 它是一個遞減的趨勢 所以這裡看起來我們很容易了解到說 我們的振興經濟的方案下去 確實是產生效果對不對 是 從無薪假的這個數字來看 是 我們振興經濟的預算下去 大概跟你們的評估是否符合 大概在幾月份的時候下去 然後什麼時候可以看到成效 我們從無薪假是不是可以看到同樣的趨勢 坑委員報告 因為其實一般來講失業率 從七月開始就會往上 那因為學校學生畢業的關係在同期上 本來是會成長啊 是 但是比較特別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暑期的這個部分 我們反而是下降 有稍微下降 對 我們在無薪假來看也是 看起來是前面四五六月震盪真的比較大 震盪之後慢慢再復原這個情形 所以我們從人數上看到的是這個趨勢 可是從這個表我們還看到的一個現象是 我們從加數來看的時候 有一個我們必須要知道的是 我們所顯示出來 我們在人數上面是遞減 可是我們在加數的部分 我們仍然跟去年同期比較所成長的倍數 是高於人數上成長的倍數 我們以加數來講 以九月份的時候 我們還停留在跟去年同期比較的量 23倍 將近24倍 那最高峰是83倍 將近84倍 那以人數來講 我們現在已經降到了7倍多的時候 可是以加數我們卻還維持在23倍的時候 這很清楚 大企業撐得住 可是小的事業單位 微型的經濟或者是中小企業他們撐不住 所以加數還維持在去年同期的23倍的 五星價的實施 但是人數上面它顯然是下降的 所以這一次的整個疫情對產業的衝擊 我們充分可以看得出來 對於中小企業來講 是我們政府所需要特別予以輔助的對象 因為他們的體質 他們更難承受 好不好 尤其是製造業 我希望能夠 經濟部能夠去分析 到底是在服務業在製造業的部分 情況是如何 本席會假設 因為服務業受到我們振興經濟的刺激 其實各方面都有受到照顧 但是製造業的部分 他們基於原物料的進來 或許是有問題 或者是輸出有問題 或者是種種的因素 經濟活動沒有那麼活絡也有問題 所以他們受到的衝擊是非常大的 那主委來看一下 我們跟金融海嘯的2009年相比的時候 我們在人數上 當然是沒有金融海嘯相對的那麼高 金融海嘯最高峰是2009年的2月底 它的人數高到23萬多 那它的加數最多是在4月底的時候 是903加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金融海嘯的時候 全國無薪價它在最高峰的時候 全國無薪價最高峰的時候 加數才903加 可是今年 我們的高峰是在1440加 所以可見就是中小型企業受到很大的衝擊喔 好不好 好 希望經濟部要把這個部分做好的掌握 對於中小企業 應該要如何的加強來協助 我希望你們能夠有注意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好 那另外我要請交通部 次長請回 交通部 請交通部陳次長 陳次在 來 你一面走一面聽 我們這一次的安心旅遊的補助方案 本席在基層聽到各方面的反應都相當的正面 政府的安心旅遊的方案 讓我們的旅遊業觀光業相當程度得到了支撐 甚至於他們覺得還不錯 他們覺得還不錯 好 這時候有一個問題顯示出來 當我們安心旅遊的方案 讓我們旅遊住宿的房價 下降到一個非常明顯的幅度 因為這一次的安心旅遊的補助下去的時候 原來的高房價五六千塊一個晚上的高房價 它可能下降到變成三千塊 而原來三四千塊的高房價 它可以下降到變成一千塊 我就可以去住一個晚上 這個時候旅遊是非常火弱的 國旅是非常火弱的 本席長期的認為我們國家 在觀光旅遊的房價的這個部分是偏高的 所以當這一次的安心旅遊補助下去 我們看到當房價可以大幅修正的時候 我們的人民的國內的國旅其實是相當的旺盛 是相當的旺盛 但是我們國家是沒辦法做價格管制的國家 可是有一個部分 房價偏高是事實 旅遊的住宿的房價偏高是一個事實 這一次充分呈現出來 這時候我就會去想到一個問題 我們有很多的觀光旅館大飯店是BOT 或者是租用國有地 BOT很多對不對 BOT而變成五星級的也非常的多 BOT能夠有利基 多半都是風光明媚的地方 而BOT的觀光旅館是有政府的角色在裡面 它應該要有它的公益性 我們沒有辦法做價格管制 可是如果我們完全不管制的時候 然後我們國家美麗的風景 它就會變成有階級的屬性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朝向一個方向去研議 就是像BOT這樣的一個觀光旅遊 的飯店或者是住宿 我們如果規定 因為你是BOT案 你每一年有一定的擴大 你有一定的擴大 你必須是以評價 來讓低收入戶者或者是弱勢的人民 能夠輕鬆入住 我覺得你們可以去研議這樣的方案 好不好 我想我們朝這個方向來研議 因為這一次真的是顯露我們的國旅 其實是潛力無窮 但是這種高房價長期是一個門檻 其實現在我們的一些BOT的旅館 也有朝這個方向在做努力 那委員的意見 給我報告 好不好 我覺得國家要介入這一塊 否則這種階級屬性 是不公平的 好謝謝 好謝謝 再來我們請廖婉汝委員質詢 按一下 有聲音嗎 有 謝謝主席 我請一下勞動部長 請勞動部許部長 我看這一次的追加預算當中 我是覺得有點奇怪 勞動部好像對勞工的關心度一直都滿弱的 從原來的整個疫情開始的紓困當中 我們發覺勞動部就沒有編預算 那你回答是說 因為我們有就業安定基金 那這一次追加預算當中呢 我也看到你整個預算 47億932萬當中呢 都是歸電經費不服數 那我是覺得很奇怪啦 你的理由是說 原來呢 紓困貸款的利息補貼呢 原來預估50萬人 後來增加了將近100萬人 所以呢 差了8億多 然後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是 就是 自營工作者跟無一定雇主的勞工生活補貼 就有3萬塊的那個吧 然後本來是預估大概100萬人 結果呢112萬人多啦 所以呢 誤差了38億多 加起來呢 大概47億900多萬 那其他的呢 不用啦 報告委員 我們 不需要追加 不是 還是這一次都是在歸電就好了 我看農委也是在歸電而已 報告委員 我們除了特別預算以外 我們紓困2.0 我們是特別預算是310億嘛 那我們自己的就安基金 我們也相對編列了300億 那目前有150億 有12支計畫都在進行當中 所以我們其實 特別預算那是針對無一定雇主跟自營作業者 以及 勞工貸款 那剩下的部分 我們其他的勞工有困難的 我們有12支計畫 在 就是持續進行當中 有什麼計畫 紓困的計畫 紓困計畫 他的預算來源是我的救安跟救保 部長 你有哪些計畫你在提供給我 因為我是以目前來講 因為我們來自基層都知道 之前 你一些那個 無一定雇主那些領一個月1萬3萬塊的這些人來講 後來 你看疫情延續 從3月31號你認定之後 到現在來講 增加了2萬多人 很多人當然是新的雇主 新的加入 加入工會 或者是找到工作的 但是有些是本來要工作 後來變成失業了 失業了 那只好去保工會 延續他的勞保 那這些人增加的 就有2萬多人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去統計 現在投保在2萬4以下的 增加了2萬多人 可是這些人呢 絕對是碰到問題 不是單單只有說 為了反正他也不能領3萬了 他幹嘛再去加 可是他投保就是2萬4以下 2萬3千8的這種 那這些人未來 可能面臨的就是 可能失業啦 可能工作出了問題 然後為了延續他的勞保年資 然後轉到工會裡面去 那這些有沒有辦法給他們協助呢 報告委員 他如果有發生失業的這種情況 或者需要轉業 我們現有了 這些紓困的措施 或我們的機制 都可以協助 這個都沒有問題 那我要跟委員報告 我們其實除了這 這一次追加47億 以外 我們目前還有150億 準備了150億的基金 舊安基金的預算來源 還是就業安定基金 還是靠就業安定基金 對 因為我們預算有限 因為我是覺得 因為國家預算有限 我是用我自己的基金 為什麼增加那麼多人 那這些可能遇到了什麼困難 當然原來有些預算 都已經在執行 但是這一次來講 我們都沒有看到 勞動部主動去關心勞工這塊 我們的計劃 這是要持續到明年6月30 特別條例的 這個期間 他只要有需要 比如說 有些產業勞工 他可能減班休息 他就可以來用我們充電 再出發或者安心就業 那些說真的平安心勞 在基層來講都不太落實 不太怎麼樣 不太落實 有啦委員 我們其實 可以把資料整理給你 我們其實這些計劃 目前 都受到很好的一個回響 那大家也認為有個機制在那裡 因為現在疫情的 我是覺得勞動部 疫情的影響還持續啦 那有些 我們擔心的就是疫情在持續當中 很多有工作的變成失業 失業當中又無法 執行你們3月31日之後的一些 補助方案的話 那你說安心 不管是安心在出發 或什麼什麼 有三個方案的話 但是這些呢 對他們來講 有時候是緩不激急 我希望有更積極的態度 多編一點 追加預算當中給他們協助好不好 謝謝部長 接下來請衛福部 市長 請衛福部薛市長 市長你們這次預算當中 有編了一百三十五儀式 獎勵跟疫苗的齁 後製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的疫苗研發都是 如果說有在做試驗的話 大概在第一階段對不對 那二十億當中我請教一下 二十億的疫苗當中如果跟 國內的廠 疫苗廠跟國際的廠商當中 那你們會不會給他們補助了 我們的二十億只對國內的 只對國內的 所以他跟國際合作的話就不補助 那還是算在國內的帳上 還是算 反正算國內這一部分就是了 那如果現在 因為昨天 前兩天吧 那個部長已經講說 我們已經買到疫苗了 買了多少劑疫苗你知道嗎 沒有 這那個是跟COVAX 也就是說 COVAX有分配到嗎 我們先預定 那個我們先預定 預計多少劑 我們目前當然我們提出我們的需求 但是 你提出多少需求 我們是提出是 我的 我機中應該是一百萬人的 一百萬 一百萬人 一個人要打兩劑 一百萬劑嗎 但是 但是目前 還是一百萬人 一百萬人 但是 但是目前還沒有講好 就是說 確實 但是他我們現在 簽了之後先支付的是那個 我真的有點擔心 因為你編了一百一十五億的話 1.5億的話 那如果以美國跟輝瑞藥廠買 預訂的下訂了一億劑的 花了多少錢 你知道嗎 十九點五億的美元 和台幣是五百七十四億 他訂了一億劑 總共全國美國是訂七億劑跟各個藥廠 那我們一百一十五億 指定一百萬人次吧 一個人幾乎都是 一百一十五億的話 是一千五百萬人 對 如果換算的話 應該大概一千五百萬劑到兩千萬劑 因為如果用那個價位來做換算 那你剛剛說我們跟Complex那 那你預約了多少錢 一百萬 目前的話是 預估這樣子 但是有可能 你是有錢買不到還是怎樣 沒有現在的問題是 就是說目前是賣方市場 所以價格是偏高的 所以我們在Complex那邊也分配不到 只有目前大概一百萬而已 如果有的話就分配得到 只是說分配到一百萬嗎 我擔心啦 其實現在疫情的發展當中我們都知道 疫情的發展當中我們最最 比較放心的就是疫苗研發出來 所以各個國家都在搶疫苗 再下定金 那我們編了一百一十五億 平安心講我們真的很害怕 根本不夠一千萬 一千五百萬劑到兩千萬劑 對我們人口數來講 而且用在急迫性需要的在哪裡 也不知道 而且我們還說 如果說那個認定 國際認證的疫苗是大陸的話 我們也不買 那這些來講萬一我們買不到疫苗的時候 說真的我們控制疫情是很好 可是呢 有時候人家有疫苗的 我們買不到疫苗 不見得對國家有利 現在目前 COVEX他有候選了九支的疫苗裡面 只有兩支是進入臨床第三期 這兩支都不是大陸的 都不是啦 我們會不會買大陸的疫苗 目前我們是不准進口 如果他合格驗證可以的話 可不可以買 目前的規定是不准進口 蛤? 不准進口 大陸的疫苗 不准進 大陸的疫苗 生物資金這一些的話 是不准進 我覺得要解決疫情的話 除了說我們防疫做得很好之外 疫苗的研發 因為從之前我們在 在別的預算當中 就希望說 要提高獎勵這些 國內的疫苗 可是呢 一直預算都編得很少 那現在呢 還是二十億而已 一百一十五億 也買不到 疫苗的話 對國內的這個疫情的 防疫當中 是非常有威脅性的 我們希望呢 衛生物要多加油一點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再來 請王婉育委員發言 質詢 主席有請勞動部許部長 請勞動部許部長 王委員好 部長你好 我相信說在這個COVID-19 現在大家一起在 努力紓困 以及振興的這個期間 老公的權益 絕對是不能忽視的 所以應該要同時都要兼顧 那我們想請教一下說 今年在三月的時候的質詢 針對這個勞動部的函視 提出來說 因應這個勞基法 能夠適用在三十二條 以及四十二條的事變的定義當中 已經包含了傳染病 但是現在COVID-19的振興的期間 我們擔心這樣子的函視 會擴大解釋的 擴大解釋的適用的範圍 以及適用的期間 因為整個時間是拉到了一年半左右 所以我們認為這樣子 其實很有可能 雖然我們希望能夠正希 我們希望能夠擴大這個 讓勞工有加班的可能性 或是說提升經濟 但是很可能造成了勞工過勞 或是影響勞工權益的情況的發生 那當時其實我們有經過很多的 拉扯和討論 來討論這個韓式是否適當 我們認為這樣可能開了一個大門 讓資方能夠輕易的來壓迫這個勞工 那我還記得您那時候回答我們是說 這個法規這個韓式其實有配套 仍然會透過備查補修來保障勞工的權益 那同時呢我們也看到在3月的時候 黃副司長他有針對這個韓式提出了幾個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地方勞工局會負責做檢視 將各地行政主管都會有聯繫會議 而且讓溝通的管道非常的暢通 第二點就是會因為有另外的補修 而且加班的期間必須給雙倍的工資 所以雇主應該不會濫用 而不會導致太多人適用這樣的情況 第三勞動部也覺得很擔心 所以會將疫情的部分先留一些空間出來 後面也會一起來做把關 嚴格的把關 我想這樣子的希望能夠溝通努力 當然是很好也希望能夠一起來 兼顧到勞工的權益 但是我們卻可以看得到說 在這幾個月其實就已經持續的出現這個違法加班 或是過度公時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得到有幾家銀行 媒體都有報導 多家的公司的銀行都因為勞動部推出的這個低利貸款 導致各銀行都出現了加班過勞的情況 包括說我們的粉專也一直持續收到了民眾的陳情 甚至有些員工一天被剝工作超過15個小時 在我們溝通的過程中 這些銀行的高層其實都跟員工表示說 因為有勞動部的函視 所以他們完全是合法的 只要符合這個產業 只要符合在這個一年半的期間當中 其實都可以要求勞工來這麼做 那我們其實也針對這個情況 來跟勞動部再次的做討論 我們認為這樣的不當的函視 其實真的是擴大解釋了 讓這樣子加班的範圍擴大了適用 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清楚來定義 但勞動部的回應是說 這其實跟那個颱風段道路一樣 但是颱風道路的中段其實是比較緊急 立刻要來處理的 但現在很多加班過勞的情況 並不是這麼的直接這麼的緊急 也不應該是因為紓困 因為正興的必要性而失去 而影響了這些勞工的權益 這部分不知道 部長這邊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報告委員 我想勞基法32條跟40條 這個事變的特殊規定 它其實在勞基法 73年施行的時候 這個條文就存在了 到現在沒有改變 那我要跟委員說明 重大傳染病是屬於事變 這個是勞 勞動部還在勞委會的時代 87年就做成了函事說 重大傳染病是屬於勞基法的事變 那今年發生這個COVID-19 武漢肺炎的時候 我們是重申 87年這個函事 因為COVID-19我想你也知道 一開始就造成恐慌 那現在也超過 全球超過三千萬人感染 然後有一百萬人死亡 這個其實雖然我們國內的疫情 是比較有稍微稍緩 但全球都還在肆虐 我們自己其實現在是面臨COVID-19 不然我們今天不會來這邊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COVID-19是屬於重大傳染病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我們這個韓式其實 是重申87年的規定 到現在全球都還在肆虐 這一定是重大傳染病 一定是屬於事變的範圍 但委員您講的我想 其實因為事變 因為重大傳染病 而有加班的必要 勞基法雖然有給這樣的一個放寬 但母法的放寬並不代表 這個其他的 理解說你先讓我來 由我來向部長您報告一下 現在的狀況 這個其實他有法定程序 第一個他要通知公會 不然他就要向地方政府 勞政機關來備查 沒錯 所以請讓我 我來跟您報告的機會 其實這邊就可以看到 剛剛提到這六家的金融機構 都有發生勞工超時工作的情況 為主要給予加班費的違法情況 甚至還有勞工單月超過六十一個小時 剛剛您提到要備查 對 確實應該要備查 但是以這六家銀行當中 其實富邦和元大就是已經經過 已經確認是未向公會通過備查的情況 那渣打也是並沒有實際的登載出勤的時間 那信保基金這邊的狀況 是沒有排足夠的 例假日的休假天數給員工 那當然剛剛提到說 還是有備查的程序 我們也清楚 所以第二個部分就是來請教說 我們光是我們在六月十五號 邀道的資料 我們七月邀道資料 再登記到六月十五號 光是備查的人數就超過兩萬人 那何況是沒有備查的情況 我們怎麼樣來為勞工的權益來做把關 如果他們都符合這樣子的函事 來跟員工來做解釋說 他可以加班加班 然後超時工作 而且甚至不經過備查 我們光是備查就有兩萬人 然後如果我們不含備查的部分 這這麼多的部分 我們要如何來做到嚴格的把關 那個報告委員 我想您關心的這個AET 它問題不在韓式啊 它的問題是在於 適用這個特別規定的事業單位 有沒有落實法樽 就我剛剛講的 要齊備這個法定程序 也要給勞工加班費 適當的休息跟補休 那我想像是屬於 這是屬於法尊的問題 我們會 我們會來 要求事業單位 這個 我們用法尊仿事的方式 把現在 有適用這個規範的 這些事業單位 我們會加強法尊的仿事 那有法尊仿事之後 我們非常希望避免這樣的情況出現 也希望能夠遵守 部長這邊的指示啊 就是說他們能夠要依法來做 申請 應該要符合這樣的條例 不應該擴大來解釋 但是 韓式的部分就 就清楚的放在那邊 所以他們現在完全是 適用於這個韓式的情況 那剛剛也提到說 會跟地方部會做溝通 我們也可以看到 雙北勞動部局長 其實都提出了 這樣子的建議和意見 就是這樣的韓式的適用 很容易入圍空白的授權 又或者是這個部分 這樣子的韓式 是不是應該要 閉關的機制 或要關門的機制 我們是不是應該來做調整 我們當然清楚的知道說 勞動部這邊一直回覆我們 這個是從之前 老委會時期 從什麼時候開始 就已經是這樣子的定義在那邊存在 但是剛剛部長也清楚的提到 COVID-19是一個新的情況 影響的範圍非常的大 是過去所沒有的 既然如此 我們是不是就應該 在這個韓式 而且在韓式發生之後 其實已經有這麼多 不法的情況 又或是這麼影響 勞工的權益的存在 我們接著下來 又要第三波的紓困狀況 又要開始了 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應該針對這個韓式 以及這個政策 來做清楚的說明 以及檢討 包括說我們看到 除了剛才兩位 部會的長官的說明之外 其實民間團體也表達 包括全教總 或是全經聯都會表示說 其實這個適用的部分 應該要先調度人力 或者是說 適用期休的狀況 來做調整 才是比較適合的 又或者是這個產業 不應該是涵蓋 直接涵蓋到 所有受影響的產業 這樣大開大門的方式 其實非常的不OK 我們的這個適用的產業 應該要限縮 比如說醫療人員的緊急處理 口罩加班的必要性等等 這些跟疫情的迫切有相關的部分 才應該來適用這個條例 而不是所有適合紓困的產業 都可以來做這樣子的 韓式的認定的適用 以及過去 未來的一年左右 一年半左右 都能夠適用這樣的韓式 我們認為這樣的韓式 還是擴大了解釋 那既然我們都知道 現在的情況與前所未見 COVID-19的影響情況 我們不清楚 那我們用這樣子輕易的 在韓式上面做定義 所有的產業都能夠適用 我覺得這樣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也很希望 在此呼籲勞動部 能夠重新檢討相關的政策 我們希望剛剛部長說到的相關的法尊法事 都能夠一起來做嚴格的把關 避免有這樣影響勞工權益的事情 繼續的出現 謝謝 謝謝 那個報告委員 COVID-19是重大傳染病 重大傳染病是事變 所以這個韓式沒有問題 問題是在於事業單位落實法尊 這部分我們會來努力 謝謝 我們希望兩個都部都可以同時努力來保障勞工的安全 謝謝 好 謝謝 再來 因為羅民財委員改宿命質詢 請接著由吳思瑤委員質詢 請教育部 請教育部林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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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吳委員好 請教育部林次長 請教育端的紓困 我們再來盤點爬梳一下 我們對於國際教育受到疫情衝擊之下 英鎊的學生跟奧棒的留學生 我們到底做得夠不夠多 首先回顧一下 我非常感謝教育部在本席的要求之下 終於在紓困2.0裡頭 啟動全面對於大學的紓困 來自於幾個方面 我們要協助大學減少英鎊學生 生源減少之後的一個收入減少 要補貼它 第二 我們要擴大對於大學端遠距教學的補貼 以及擴大對於近外生來台的檢疫相關的支出 那這是英鎊的部分 在紓困2.0我們看到了 那在紓困3.0也很開心 我們對於奧棒的留學游學服務業 因應大家出不去 或者是出去的動力少了 所以我們也補了1.5億嘛 對不對 好 下一頁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國際教育我一直說 台灣現在應當搭上這個機會的列車 史上最高的英鎊學生數 就在今年總計13萬的境外生搶攻台灣就讀下一頁 而最新的就是新生喔 新生的部分在今年也是招生亮眼 主要是在港澳生的部分 因為反送中事件的效益 我們擴大對港的澳園 還有防疫的成績讓台灣的國際形象提升 當然還有新南向政策的拓展有成 我們在新生的部分 都看到亮眼的國際教育的豐碩成果 下一頁 但是本席在5月27號就提出了 如果因為疫情受阻 我們不開放境外生來台 那我們好不容易 能夠有的招生成果 將會功虧一愧 在5月27本席要求的時候 我們還只有一半的境外生可以來台 所以我們擔心聲援流失下一頁 那因為要讓高教恢復正常化下一頁 謝謝你們 終於採行了境外生返台的三原則 低風險國家優先 應屆畢業生優先 跟防疫旅館優先 但是到現在今天為止 應當是在學衛生的部分 是不是已經全面開放了對不對 次長 是的 那但是學衛生政策上開放 但是還是有相當比例進不來 請問教育部有沒有什麼樣子的規劃 大概在多久的時間 已開放的境外生學衛生可以進到台灣就讀 好謝謝吳委員對這個議題的一個關心 也一直能來協助教育部呢 針對這個境外學生來台的一個 政策的一個協助跟幫忙 那針對目前已經進來的 包含應接生或者風險高地區的學生 或者優先開放地區的這個學生 那麼返台 那目前也都一直在持續啦 我等一下會有詳細的數字 學衛生的境外生 我就講學衛生 到底我們有沒有一個時間點 可以讓他平安的都回到台灣 有沒有一個時間點 目前我們都是持續啦 持續 對 所以你現在沒有告訴 沒有辦法告訴我時間 也許您不是督導高教 我所掌握的訊息 目標希望在十月底 能夠讓多數的境外學衛生回到台灣 今天九月二十八號 是我們開放境外學衛生入台返台就讀 人數單日最高的一天次長 今天大概有五百位 過去平常大概一天兩百到三百位 所以推估起來大概目標十月底 我希望教育部全力捍衛學生的受教權 在各項行政跟檢疫的做部分 繼續來強化協助 十月底 務必讓多數的境外生回到台灣 那我問你 非學衛生呢 目前都沒有半個國家開放 非學衛生有沒有政策上 要開放的評估 因為這些都是大學重要的收入 跟委員報告一下 目前我們大概是以學衛生的 這個返台就學為這個優先 非境外生 非學衛生 對 因為這個部分會涉及到他 那個班機的一個安排 所以目前那個陸陸續續大概 會十月底之前以這個為重點 至於那個非學衛生的部分 會在下一波 下一波是什麼時候 請您回去研議告訴本席 因為您應該不是督導高教 所以您不清楚 我認為非學衛生也是重要的大學的收入來源 要把握台灣國際教育的契機 我們不應當無限期的限制下去 下夜 這裡就是要讓你們為你們拍拍手 當初本席一直主張大學已經做好準備了 境外生可以開放來台了 到目前已經入台灣 反台成功就讀的有12,787人 百分之八十一都住防疫旅館 但是我們非常開心看到 留學生來台灣 零確診 對不對 這代表我們都做到 非常嚴密的一個檢疫執行 謝謝各大學的配合下夜 但問題是 以本席整理出來的 教育部預估有三萬三千多位 要回台就讀的學衛生 目前只回來 只申請了百分之四十五 還有百分之五十五 境外生他沒有提出 所以呢 有效歸不得 下一頁 那如果進一步從已經核定 確定入台的 也還是有相當比例的 大概百分之十五 他程序辦完了 但是還沒有辦法進來 換言之這兩個圖表告訴我們 我們對於簽證的協助 對於飛機的協力安排 對於檢疫的後續的一個安置 都還有相當加把勁的空間呢 次長 是的謝謝 還有百分之五十五沒有進來 是的 怎麼辦 一方面我們持續 讓這些還在境外的這個學生 那麼能夠符合我們的檢疫的規定 能夠盡速能夠回來台灣 那另外的話 如果是學生因為開學了 如果沒辦法 那麼 在這個時間裡面 第一時間反台的話 那也可以採用這個 我們的安心 就學 可以線上學習的部分 這不影響學生的就學的權益 次長 我今天比較遺憾 因為您不督導高教 否則我們會有非常深入的對話 也就是政策好不容易開放了 還有百分之五十五 我希望我們全力的 就簽證 就飛機的安排 來全力來協助 因為我剛剛呈現了 我們成功進來的一萬五千多位 零確診 代表大學端 檢疫旅館 大學宿舍 都安排的非常好 如果我們不給各大學協力 給這些境外學生 在該國的必要的行政配合的話 這些學生依舊只能安心就學 只能遠距 他們來到台灣的機會 就越來越渺茫 好不好我後續會再跟部長 跟劉次長進行討論 那今天把本席的一些問題帶回去 我們繼續研究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 再來我們請蔣萬萬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先請衛福部次長 請衛福部次長 還有我們 朱祖記長 請朱祖記長 請朱祖記長 委員好 好 次長好 委員好 主席長好 首先 這個 國人很關注疫苗的進度 所以我想請教次長跟主席長 就是說 衛福部在院會答詢的時候 有說了 已經簽約 那準備要付訂金 但國人很想了解 到底 我們的預算 編列 購買 疫苗的經費 夠不夠 因為現在 我們問了陳中部長 其實他都說 相關的 資訊 都有簽保密協定 但是我們在審預算的時候 因為 我先請教 次長跟主席長 我們現在編列 採購疫苗的經費總共多少 這個是 原來有135億 後來他也會有一些 那些 因應疫情其他的情況 我們可以 可以在 在周 他有一個空間 有一個類似準備金的 可以用 那個金額 是50幾億 但那個金額 不一定是 完全採購疫苗 好 所以 主席長你說 總共你們編135億嘛 其中有20億 是用作 疫苗的研發 就是用在國內 疫苗廠商 那所以 有115 115.5億 用來採購 所以 如果不夠 主席長說 有另外可以 動支的 大概50多億 是不是 不是 52.8億 一部分 可以移用 好 如果屆時 還是不夠 怎麼辦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是想說 因為這個 預算 是到六月底的 如果屆時還是有的話 因為我們的預算 只到六月底 沒有的話 我們將來會走 那個 疫苗基金的路線 疫苗基金 還有 他那個 會不會有一個 疫苗基金 在本部的 計劃署底下 是有一個 疫苗基金 的 預算在那個地方 但是他 用的當然是 所有的這些 疫苗都可能會用的到 它不只是肺炎疫苗,所有的疫苗都可以使用 因为我们认为疫苗是民众所必须的 如果认为有必须打,我们预算上一定要去支援 因为我之所以问主义长 因为你们这个预算书困三点里面编列采购疫苗的经费 是在之前就编列好 大概七八月的时候也送进立法院 但是我们是在上周五才确定签约 10月才要付定金 届时采不采购的到都还不知道 甚至未来可能还会要再多付 能够尽快优先分配 甚至可以分配到更多数量的疫苗 所以很有可能现在边的预算不够 那如果主义长你说还有52.8亿 届时如果还是不够我们有这个急迫需要 那卫福部你的疫苗基金 可是你疫苗基金也有限啊 而且是供原本的相关疫苗的经费 会有排挤的效应 所以我要请教主义长 今天国人很关心 先不管好 假使经费够我们希望够了 也很希望届时能够采购得到 好那我请教 市长 因为现在你们编列这个 115亿疫苗的采购你们说 有分四种工作要做 不单只是现在透过所谓的国际采购 也就是透过COVAX 一个平台分配来取得 另外还有国内疫苗的研发 还有直接跟厂商来购买 还有第四种是谈授权自制 所以现在我们都只听到 别人的预算 专注在跟COVAX 就是分配平台上面 签约付定金 然后希望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疫苗 那另外三个工作的进度如何 各位委員报告 三个部分都其实都有进步 那也就是说在跟个别的国外的厂商在谈 这部分也持续一直在谈 好跟国外厂商有谈 那授权自制呢 授权自制的部分有一点点问题 因为在跟厂商谈的过程上 他认为我们国内有能力 但是产能可能会不够 所以这部分有一点卡卡的 但是我们仍然不放弃 那国内的疫苗的研发的这部分 有三家已经通过了第一期临床试验 而且有两家是已经开始收割案了 好所以 现在国内研发的进度啦 是要再加把劲啦 我们当然希望国内疫苗能够尽快研发 但是今天 我们在未还委员会质询的时候 最乐观最乐观 国内疫苗研发 大概也要到明年第一剂或第二剂 是 那就请问了 因为这一次我们纾困3.0 是执行到明年的6月底 也就是第二剂 如果届时第二剂 万一啦 国内疫苗 没有办法跟上进度 国外的采购也没办法顺利 就算顺利 我们没法取得足够的疫苗剂量 届时 还是没有办法边境解封 其他国家可能都已经取得 万一到明年第二剂 是很有可能 国内疫苗届时如果赶不上进度 那请问 有没有可能 会要再编练 纾困4.0 追加第三次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主机长 跟那个 我报告一下 我们目前并没有打算 要编 编那个 纾困4.0 我刚才讲到 我们会把民众的生命摆在第一位 所以 疫苗的钱 我预算程序一定会去支援 我知道 这当然是很理想 我们也希望达成 但是 总是要做最坏的打算 届时如果 因为这个3.0 就执行到明天第二剂啊 那最乐观也是 预计国内疫苗 研发到第二剂啊 如果届时没有研发出来 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 如果说 我们钱在那里没有买到的话 我们会把那个钱保留 会把钱保留 就是说 他已经一部分买到 另外一个 我们会用 这个未来的应付的一个方式 把那个钱保留 可是你10月初就要付定金了 后续还有 每一个阶段要付多少钱 那就请教次长好了 签约上面有没有明定 如果 一定会有购买的数量嘛 今天媒体也有报导 疫情指挥中心有说 至少签约国 都能取得国内人口的大概一成 的疫苗剂量 所以台湾大概可以取得 10%大概230万剂 当然这个 要指挥中心他们确认 那如果 届时签约上面 我们订定 付多少钱 取得多少疫苗 数量 如果 因为现在有156个国家都签约 万一我们取得的 数量 未达到当时签约所 订定的数量 我们有没有相关的 退回定金的机制 这个部分的话是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在签约的数量 如果一开始没有办法取得 我们持续的仍然有机会可以陆续再去取得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COVID没有办法履行它的义务的时候 就是说它答应给我们多少 那没有办法分配到这样的时候 那我有退款的机制 有退款机制 是 好我希望说 因为至少相关预算也是纳税人的钱 那国人关注疫苗 应该要用在刀口上 我们也希望能够取得足够的数量 但还是要做最快打算 如果没有办法 我希望至少签约上面要明定的 清清楚楚 不要让我们的预算 白白浪费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市长 谢谢主席长 谢谢 再来我们请孔文集委员直选 好 谢谢主席 各位请那个 农委会的 陈主委 请农委会陈主委 还有言明会的好吗 还有经济部的代表 言明会好像没有列席 严明会没有吗 没有 经济部曾次长 经济部曾次长 好谢谢 委员好 主委 对不起打岔一下 等一下林淑芬委员资讯完之后休息十分钟 好谢谢 呃 陈主委 你早上今天为什么没来啊 呃 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上礼拜有跟我们今天的主席 也就是我们吴秉瑞招伟请假 因为今天要去高雄屏东 现在是种红豆的季节 我们为了稳定所有红豆价格 还有执行所有巴拉瓜退场之后的这些措施 找了一二十个农会的总干事 还有三四十位的合作设厂 那本来要再处理香蕉产销 但是因为收到这一个呃 要求下午回来 所以我们就回来配合参加 好那个我想请教你哈 既然你来了我请教你一下 就是你们之前罗委会 呃 编了七百七十六万来办理这个 全国炒饭大赛 好 那这这笔预算是从那个公务预算吗 你们年度本来就有编预算了 应该是这么讲 这个是在这次的特别预算 大家特别跟委员报告 你可以去问所有的原住民委员 原住民他们今年的米卖的特别好 就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宣传 因为消费者在这时候 尤其是在二三月的时候 大量采购我们网路上的这些农产品 那其炒饭也是可以包装成一个完整的 所以各位报告 我觉得七百多还不够 因为农业部门最需要的就是宣传跟行销 我们不只办这个米 我们也办了鱼产品 我们也办了水果 而且每一个只要举办过的 我想价格都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合理的水准 现在问题是你这个七百七十六万是编在你农委会的年度预算 那你现在为什么你又再编 在纾困三点零 你又把它编在特别预算 再办同样性质的这个全国炒饭大赛 没有就是一笔 那就是在特别预算里面执行 在特别预算里面执行 前面那个全国炒饭大赛是在特别预算执行吗 应该是说今年只办一场全国的 就有针对全国的这个炒饭的比赛 里面就是有执行这个经费 而且有相关的这个公开的招标的作业 那经费有没有重复重复编列的情形 有没有 没有 当然没有 就是从纾困三点零的特别预算来编 是 好 那第二个我想请教你 这个全国炒饭大赛对纾困有没有什么帮助 哦当然有啊 我们特别就是因为在这时候的疫情 我们不只是在办国内 我们连国外香港日本其他地区也都办 所以要特别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去宣传 我们今年的水果除了卖到对岸减少以外 到美国新加坡日本加拿大都大幅度的成长 像芒果 就是因为我们持续跟日本那边的合作 芒果到日本到韩国 香港都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上次有 吴委员说 我们在香港办的活动的效果有限 其实不对 我们今年卖到香港的芒果增加一千多公顿 卖日本才六七百公顿 可以从台南主要的产区的外销价格 你这个全国炒饭大赛对我们的米农有帮助吗 还是对 我可以 还有水果吗 去问所有的花莲台东的每一个农会 卖的包装米 因为今年有没有我们的促销卖得更好 而且不只是在 所谓的炒饭大赛 我们还有奖励 全国总共六十几家的电商平台 买五百送五十 里面卖的最好的之一 就是我们的米的这一个包装米的产品 因为在疫情的时候 很多的消费者在家里自己组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平台 那重点应该是 现在屏东的香蕉现在是怎么怎么出去 我要特别说明 香蕉大家都不采 谢谢 全部都要地上 谢谢委员的询问 某些特定的团体 不断的故意在制造 所谓的香蕉产销 失调的乱象 试图影响香蕉的价格 我们完全无法接受 也特别跟委员报告 我们有跟所有的合作设厂 合作之后 其实相关的价格 已经回到每公斤九块 到十二块 那我们这里还是要郑重的澄清 农委会一定会针对每一个产品 不管是内销外销加工 都会全力的去实施 各位像文旦 今年的价格 比去年又多了将近四十% 那我们就是要把每一个产品价格 维持在一个很好的水準 我想主委你 好了 让你说明那么多了 那 我请那个经济部 曾次长 郑市长 这个受到疫情的影响 你们第一次最佳预算是编列 七百七十四点四亿 那这一次的最佳预算是编列 一千三百七十五点四七亿 那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受疫情影响的企业贷款 融资保证 这个所惜的经费 你们现在经济部累计 核准保证融资金额 已经达到了新台币 七千五百亿元 那这个部分 那本次追加所惜的经费 需要新台币 四百五十亿元 那我们这个企业贷款 这个不要说有 两天收散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那我们现在 企业贷款的 易放的情形 还有信保基金的 保证的情况是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 就是您说的那个 我要追加四百五十亿 其实它就是可以乘以十 我们的放盖金额 可以到四千五百亿 这是预估到年底的金额 那至于您提到的 就是其实 从这个 您刚才念出来的数字 就知道 我们在融资的额度上面 其实放大了非常的多 就是我们也都在协助 需要资金的企业 来做融资的工作 好啦 那个信保基金 它现在是不是每个月 都有逐业提高嘛 那这个半年 请你们易放的总额 那我们这公股银行 这个半年的 放款的比例多少 这个你们有没有去掌控 公股银行 半年累计的易放金额 大概是多少 这个可以让财政部 好啦 这个你资料再给我 好不好 好 那我书面资料补给您 好 那个最后 延民会的没有来 那我想请教 这个谁可以答复 三倍券 阿里三乡 要这个因为邮局 没有邮局 那个三倍券是要到 要下山才能够去 去领三倍券 这个应该是 经济部 来 说明一下 报告委员 就是阿里三乡没有邮局 但是如果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也可以领 我们也有找警政单位协助 有警政单位来帮忙发放 你们有找阿里三的什么 便利商店吗 便利 有 但是那边已经有反应了 就你们三倍券 他是要到邮局去领 他们领不到吗 那我们 原住民的老人 要从阿里三要往山下 要往山下去到邮局 那这个部分你们 没有便利商店 委员这样子讲 一层一层 邮局 没有邮局的 有便利商店 那如果没有便利商店 派出所 那我是希望你在阿里三乡 还有三地乡 你要注意这个状况 有的是这么偏远 你要去领个三倍券 你这个 现在就是说你们在三地乡 没有邮局 或者是邮局只有一家 那你们要怎么跟便利商店合作 那这个部分 我希望 能够有再清楚的说明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那个委员 我这样讲 刚才那个主机长跟我说 说阿里三乡有邮局 那您的是说 一个三地乡范围 一个三地乡太大了 所以要到一个邮局很久 那我这个部分 我们有便利商店 等等一些问题 我刚才也说明了 警政单位 也有在协助我们 做发放的工作 如果你那边有具体的 没有领到的 或者是无法领的 我们来 就现在有人反应了 我是把这个 跟市长说明一下 请经济部私底下 再跟孔委员说明 OK 好 再来请林淑芬委员咨询 谢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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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